公园打野炮,傅天颖无罪定业 女艺人傅天颖,去年5月刚与丈夫陈子强离婚 去年7月就与绯闻男友泉泉,在新北市823纪念公园聊天喝酒 接着两人脱裤打野炮,傅天颖还忘情高喊 不要强见我 警方赶来处理,泉泉又对警员动粗叫嚣 两人被疑公然猥亵罪嫌起诉,全权另被控妨害公务 法官已经在审理当中了,我们尊重法官的审理 妨害公务的部分是不是喝醉酒? 妨害公务不是我的 两人涉嫌公然猥亵部分,高等法院昨天宣判 何怡婷认定,两人的确有打野炮 但被路人发现后,全权起身飙骂,跨三小 两人并立刻整理医库,显示没有工人灌烂的意图 判两人无罪定业 动新闻,法院认证打野炮 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